上甘岭战役 为什么能够成为永恒的经典 七十多年过去了 胜利的一方一直在纪念 战败的那几方一直在研究 因为美军输了吗 肯定不是 美国打的败仗 他们自己都数不清 那是因为中国打赢了吗 更不是 我们的胜仗自己也数不清 可是有一点不庸置疑 上甘岭的军人 事后我们自己想想都后怕 很多幸存的老兵 至今都是闭口不谈当年事 可想有多猜 1952年10月30号 志愿军在上甘岭村西 打得昏天黑地之时 村东的53727北山 87团133团 也在同时与敌人进行着惨烈的战斗 时间拉回到10月30号 晚上10点05分 志愿军对上甘岭发起总攻开始的那一刻 133团两个班 87团三连两个班 向53727北山发起冲击 经过5分钟的炮火准备后 10点10分 步兵的厮杀开始了 在短短20分钟内 我军连续发起了6次冲锋 10点30分 攻占了敌军一个连坚守的5个阵地 韦石七团在6号9号阵地分别集结了一个连 在南侧调集了整整一个营 开始三面夹击主风 由于我军只有4个班 兵力太少 激战至11点 敌人又重新占领了主风 31号0点30分 133团三连派出一个加强牌 发起第二次反击 再次夺回了主风阵地 韦石七团也再次投入一个营的力量 发起进攻 这种你来我往的恶战 一直持续了十多个小时 直到下午1点 我军连续击退伪军13次冲击以后 所有反击队伍伤亡殆尽 只能转进坑道 伪军再次占领主风表面阵地 这样在大反击最关键的第一天 我军仅仅动用了一个牌 又4个班的兵力 便把敌人一个尸 死死钳制在了53727背山 动弹不得 让其彻底断绝了支援59729高地的想法 由于133团在上岭岭地区 连续多日的反复拉锯中 消耗殆尽了 于是15军在31号晚上 把87团放到了前线 并做出了战术改变 放弃了每晚10点前后 志愿军必定反击 这条刻在伪军潜意识里的作战规律 然后他们就跟傻子似的 藏在防空洞里 等着志愿军的炮火准备 等半天一直没炸 他们反而更慌了 出来吧 胆战心惊 说好的对决呢 不出来吧 说不过去呀 这是打仗呢 一直藏在防空洞里 算怎么回事啊 他们战战兢兢的守在战壕之时 凌晨1点 87团用了7个班的兵力 再次夺回了主风 此时的伪军战术 也是五花八门 他们丢了阵地以后 马上呼叫炮兵进行火力还击 趁我们躲避之时 他们的步兵偷偷摸摸摸 摸到了阵地前100米 而后所有炮火向后方延伸 封锁住了我军后方路线 步兵同时反扑上来 战斗到早上7点 我军增援部队 多次尝试进入战场 但军以失败告终 我们只能放弃地标 转入坑道 这种班牌级的战斗 一直进行了四个周夜 在11月3号白天 537.7北山 终于迎来了 它的主角光环 这天从15军军部传来消息 上甘岭西侧战场 除11号阵地外 全部被我军收复 接下来准备收复 537.7北山 同时做出了如下战斗部署 45师和29师86团 撤往二线 87团集合现有兵力 对537.7北山 展开大规模收复战斗 92团由西方山 前往霹雳岩山区域 在87团战斗结束后 迅速进入战场 担任537.7北山的防御力量 87团撤回来修整 这套配置 乍看上去没啥问题 疲惫之师去修整了 熟悉战场的87团 负责反击 全员满边力量完善的92团 负责坚守 只要按部就班的进行 上甘岭就属于志愿军的了 实则这里边有两个致命bug 其一 92团的行军 与87团的反击 是同时进行的 如果反击失利了 92团还没有抵达 请问怎么办 其二 92团头上有三个领导 师部 军部 兵团 司令部 这三个领导 一个比一个官大 但一个比一个离战场远 也就意味着 突然的决策权 一个比一个弱 反请观众老爷记一下 这俩bug 让92团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灾难 11月3号晚上7点 87团从248连 警卫牌 及133团8连 共抽掉了7个牌的兵力 在19门火炮的掩护下 向53727北山展开了反击 炮兵又是百事不爽的老套路 先三分钟火力准备 然后暂停7分钟 就在伪军以为我们的火炮是停止了 他们出来修阵地的时候 我们再继续集袭7分钟 7点17分 步兵正式发起冲锋 半个小时沙船中路 占领了1234号阵地 然后兵分两路 一路向东收复东侧山冷 另一路继续向南 韦二师也同时派出了两路兵线 一路从阳帝村出发 顺着东侧山冷顶向主峰 另一路从南侧过来 敌我两条兵线全都正面遭遇了 在5号阵地上 见所未见的惨烈 排击炮声 手榴弹声 枪声同时混响着 难以置信的是 还有刺刀的声音也夹杂其中 另一路87团2连 在7号阵地一个凹地内 遭遇了伪军的一个连 双方混战肉搏一个小时 敌人的这个连被完全击溃 87团2连也失去了战斗力 浑身是血的幸存战士 在尸横遍野的山坡上 寻找着自己的战友 能救一个是一个 如果有可能 他们希望把所有的烈士遗体 也搬回来 不管怎么样 都要带他们回家 可是时间好像并不允许了 天亮了 9号阵地的伪军 撤袭他们后防 已经占领了2号3号阵地 二连陷入了重重包围 当连干听到 前后都传来枪声的时候 果断命令大家 彻近坑道 晚上再战 当夜87团 245连 共四个班 向53727高地北山 发起了第二次反击 你听过一个瞎子 背着一个瘸子 不对 一个瘸子 背着一个瞎子 不对 就是一个瞎子 背着一个瘸子 打仗的故事吗 1952年11月4号 晚上10点 中国人民志愿军用火炮 对上岸岭村东 敌人的阵地 轰炸了10分钟后 我们的战士 发起了出风 五连九班班长 在攻进一号阵地时 被炸牺牲 副班长薛志高前辈 指挥部队奋勇前进 配合别的班 全歼敌人一个牌 继续攻占二号阵地后 向三号阵地前进时 薛志高的左腿 被炮弹炸断了 就在他困在原地 无法动弹之时 看见了本班战士 王和良 原来 刚才攻打一号阵地时 王和良的眼睛被炸伤了 左眼失明 右眼中伤 接近失明 可是他不甘掉队 忍着痛 咬着牙 听着声 在轰炸不断 遍地弹坑 或许还有遭遇战的战场上 尽全力追赶队伍 碰巧 副班长薛志高 腿被炸断 发现了他 俩人一商量 你是瞎子 我是瘸子 咱俩拼个组合 又瞎又瘸 翻个个 不瞎不瘸 就这样 一个瞎子 背了一个瘸子 奔向了三号阵地 而此时 我军的四个班 正在七号八号阵地上 与超过两个连的敌人交战 天降亮之际 我军几乎全部伤亡 仍未完全胜利 可敌人又集结了更多的大兵 于是我们转入了坑道 没几分钟 韦二师补充上来的这个营 就冲到了三号阵地 碰巧在这时 薛志高和王和良 也赶到了三号阵地 尽管只有他俩 尽管面对敌人一个营 可他俩没有犹豫 就地建立防线 在和敌人较量一番过后 这个又瞎又瘸 身残质尖的组合 被包围了 副班长薛志高 为了给战士王和良 赢得进坑道的机会 他拉开了手榴弹 滚向敌群 同归于尽 怎奈没滚多远 巨大的冲击波中 王和良也被震得 喷出了一口老血 倒了下去 再后来 坑道内派出的小兵群 游击至此 发现一个倒在血泊中的志愿军 他们走近一看 发现王和良 竟然还有一口气 他被救回了后方 一周后醒了过来 战后 四川 三台 王和良 继特等功 受二级英雄称号 四川 简阳 薛志高 追继特等功 受二级英雄称号 白天 终究是敌人的优势时刻 尽管我们利用小兵群和拍击炮 进行了多次反击 但终究寡不敌众 我们完全退手坑道 至此 87团的六个连 在一周时间内 也消耗殆尽了 按以往经验计算 剩下的兵力 而且就算收复成功 那也没有足够的兵力 负责收复后的防御工作 也就是说 我们去打 打得过 但是没有人手 我军虽然英勇 但是绝不做这种 没有意义的牺牲 最后军部下令 87团退出上甘岭 守好二线要地 448高地 92团立刻进入上甘岭 从本期开始 上甘岭战役 迎来了新的主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 将完全接管战场 他将再次刷新 世界对上甘岭的认知 联合国军碰到了 他们的新判官 咱们之前说了 十二军带来了 六个主力团 你或许理解不了 六个主力团是啥概念 那咱就介绍一下 抗美援朝时期的 十二军 是多么逆天的存在 十二军 三十四师 一百团 最早可以追溯到 红二十五军 特务营 该团最著名的一战 就是三大战役 淮海战役时 双堆级战役中 最惨烈的 血战大王庄 他们与敌人 有着老虎团之称的 国军十八军 三十三团 拼得刀光剑影 血雨腥风 昏天黑地 把在旁边小王庄里 偷偷观战的 另一个国军师 吓得整整齐齐 直接过来投降了 十二军 三十五师 一零三团 大名鼎鼎的 襄阳特攻团 解放战争 相反战役中 刀劈三冠 第一个打进 襄阳城的 正是这支队伍 后来也是 双队级战役 为了攻坚 敌人最后的据点 我军再次压轴亮剑 襄阳营 一举歼灭了 国军最后一张王牌 威武团 五十四团 十二军 三十四师 一零六团 被称为王克勤部队 在解放战争中 出了爱兵模范 王克勤 他们最著名的战斗 就是在刘邓 挺进大碑山时 前有天险 汝河挡路 汝河对岸 有国军桥头堡拦截 后有数十万国军 在几十公里外 汝河防线 就刘邓大军 与死局的队伍 就是他们 刘伯承元帅 那道著名的 狭路相逢勇者胜 就是对他们说的 十二军 三十一师 九十一团 一支出过 百余位开国将军的队伍 我们之前详细介绍过了 今天不说了 这个团在抗美援朝 还有一场 非常秀的走位 他被敌人 团团围困在 距离我军大部队 一百多公里外的 绝境之中 硬生生的靠着走位 和敌人擦肩而过 全团安全返回了后方 后边几期 给大家慢慢介绍 他们那次传奇历史 十二军 三十一师 九十二团 他的前身 是一支地方部队 辽县独立营 但是这支部队 在1942年的大扫荡中 跟随左拳将军 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为了纪念左拳将军 辽县改名左拳县 辽县独立营 因此得名 左拳独立营 十二军 三十一师 九十三团 这又是一支 老红军队伍 最早可以追溯到 1928年8月 成立的红四军 特务营 之后历任 中国工东红军 中央军委警卫营 中央军委特务团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 被大家誉为 朱德警卫团 打过关家岛 保卫过 黄牙洞兵工厂 可谓战功赫赫 抗美援朝的十二军 是集二野之精锐的 一支部队 而上甘岭的十二军 又是把精锐中的 大个子 全都带过来了 指挥所 改组为 上甘岭战役 李德升 前进指挥所 三十一师 九十一团 九十三团 接管 五九七点九高地 九十二团 前往五三七点七北山 承担反击任务 暂停一下 十一月三号 军部的部署是 九十二团担任 五三七点七北山的 反击任务 这条部署 是向兵团发出的 作战申请 十一月五号 兵团的这封电报表明 通过了他们的申请 这封电报 要从兵团 下达到军部 再由军部通知前指 前指联系三十一师 最后三十一师 命令九十二团 过来执行任务 让电报先飞一会儿 我们继续 四十五师的指挥 通讯 观察 炮兵 及后勤保障机构 暂留原处 协同三十一师 继续作战 其余人 全部撤回到后方修整 二十九师 八十六八十七团 撤到二线 防守五圣山 中闲山阵地 防止敌人 侧击尚甘岭 三十四师 一百团 一零六团 为二梯队 再暂停一下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十一月五号 是美国的大选之日 联合国军在这一天 对五九七二九高地 进行了一次 大规模反击 三十一师 九十一团 打得极其艰苦 悲壮 你说巧不巧 就是这个插曲 三十一师师长 下了一道命令 九十二团 去给九十一团 当预备队 准备接战 五九七二九高地 注意啊 三十一师师长 下达这道命令的时候 兵团批复的那封 九十二团 反击五三七点七 北山的电报 还在路上飞着呢 那电报就接着飞 咱们接着往下进行 九十二团得令后 马不停蹄地 向着五九七二九高地 驰援过去 但刚走了几个小时 突然又接到了新的命令 让他们赶往 五三七点七北山 准备大反击的任务 也就是说 师长接到兵团的 作战部署后 马上对九十二团 进行了重新任命 招令西改的缘由 我们找到了 但终究对行军 及士气产生了影响 咱也说了 还有另一个bug 如果九十二团还在赶路 八十七团反击失利了 那可怎么办 怎么办呢 八号的时候 九十二团风尘扑扑 终于抵达既定位置 还没扎营 就收到军部的既定 十一月十号 就得正式对北山 发起进攻 也就是说 这支刚刚停止 行军状态的队伍 需要在三天的时间内完成 队伍展开 地形勘察 敌情侦察 弹药准备 补给准备 等等一系列 战前动作 现状是 他们只知道 这座山叫 五三七二七北山 山上的阵地 完全不清楚 更别说让他们 精确到阵地的编号了 连阵地在哪都不知道 这怎么打仗呢 军部当然也知道 十号可能过于仓促 但没有办法啊 另一个bug 已经触发了 八十七团 反击失利了 八十七团 对军部的作战部署 给予了批复 其他没有太多变动 但是反击日期 推迟的一天 改为了十一月十一号 这中间 经过了怎样的激烈讨论 或者九十二团 付出了多大的勇气 去反复申请 我们无从得知 结果总算是 九十二团 多了一天准备时间 可如果就战场打仗来说 九十二团 依然属于仓促进展 回到战场上 在这里用地形学 简单介绍一下 五三七二七北山 你会恍然大悟 这里的战斗 将有多么惨烈 它正南约六百米 是五三七二七高地主峰 主峰地势高于北山 敌人在主峰上的火力 可以压制北山阵地 东侧的柱子洞南山 也是敌人的阵地 他们可以火力威胁东侧 同时压制我军的补给路线 位于西侧的 五九七二九高地 十一号阵地 依然被敌人占领 这里的火力 可以威胁西侧 也就是说 我们从北面 向北山进攻时 正面和两翼 收到敌人火力的交叉射击 敌人还可以利用 五三七二七主峰 居高临下的地势 对战场进行实时观察 进而判断 增援或者反冲击 再说敌我阵地配置 五三七二七北山 共有九个阵地 阵地下方山体内 我军有坑道 可是多日的基站中 所有的坑道口 都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坑道对战时的保护能力 已经大大下降 而伪军组织劳务队 利用钢轨 钢板 汽油桶 麻袋等 日夜抢修地堡 修战壕 还架了很多铁丝网 埋了好几层地雷 基本上形成了 以地堡为骨干的 野战防御阵地 就此 恢复五三七二七北山 表面阵地 实际上是一场攻坚战 随着九十二团 接到兵团下达的 反击五三七二七 北山作战的命令 也就是说 别再提有多困难了 板上定了钉 那就做战斗准备吧 九十二团七连的任务是 直破中路 一二三七八 五个阵地 八连攻占九号阵地 防御山谷对面 十一号阵地的敌人 过来侧袭我们 九连作为这一路的预备队 伺机而动 九十二团一连一排 潜伏到六号阵地下方 寻找一个隐蔽坑 藏起来 战斗发起时 他们承担突击牌 杀敌一个出其不意 二排三排提前进入坑道 三排配合一排协同作战 二排担任一连的预备队 三连担任前线预备队 二营担任总预备队 为了保障主战场反击的顺利进行 大反击正式开始时 八十七团派出一个牌 攻击驻自动南山 拖住这个方向上的敌人的火力 让其无法增援 尚该领战场 九十三团同时攻击十一号阵地 收复五九七二九高地上 最后一个被敌人占领的阵地 炮兵方面 我军再次集中十二个连的野流炮 以及十三门卡丘杀 另外吸取了之前战斗的经验 要求二十二门排击炮 囤积一万发炮弹 组成火力二提队 不参加炮火准备 兵的协同武器 在步兵冲锋队伍前 拉起一条掩护弹幕 如果敌人集结队伍反扑我们 那排击炮作为最佳机动重火力 指哪打哪 战斗命令正式下达 韦二师应该想不到 他的生死步几日前 十二军就替他写好了 如果在抗姆元朝 找一场最惨烈的战役 那一定是上甘岭战役 如果在上甘岭战役中 找哪一天最惨烈 那一定是接下来要讲的这几天 1952年11月9号 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三团 派出一个牌 指导敌人一个营助手的 597.9高地15号阵地 一举摘了 他们架设在这里的排击炮群 解决了步兵冲锋时 敌人最为关键的火力营 距离我军在上甘岭 最后总攻的日子 越来越近 为了解决收复后 还能防住敌人再次攻寨 这一难题 李德生领导的前进指挥所 把106团调了过来 担任二梯队随时准备进入战场 同时把100团也调了过来 但100团先不做战役展开 隐蔽好 因为美二十五师在向上甘岭运动 如果美军敢把美二十五师放上来 那前指就把100团这张王牌打出去 敌人这边的调整 属实不敢相信 伪二师本事不大 心道挺大 他看我军已经连续四天 没有发起大规模进攻了 所幸11月10号 将战斗力最强的17团撤下去修整 安排32团一个营 接防53727北山 只可惜 当天我军没能侦察到这一变动 11月11号 紧张的气氛中 所有人静静的等待着下午5点30分 那是我军约定反击的时刻 这天中午过后 下起了雨加雪 联合国军的空中力量将无法投入战斗 军职决定果断抓住这次天时的机会 于是下令 总攻时间提前两个小时 这道命令又打了92团一个措手不及 命令终究是命令 没有什么可研究的 时间提前也要如约完成 于是92团立即用所有的通讯设备 向各分队下达战斗命令 坏了 潜伏在6号阵地外 趴在冰雪中的一连突击牌 没有任何通讯设备 而他们的行动又是最为关键的手轮冲锋 这可怎么办呢 团长亲自给伊营长打电话 要他立即派人想尽一切办法 给突击牌送过去消息 但送信的人 一出防空洞就被密集的轰炸炸伤了 在这火烧没毛的关键时刻 伊营长提议 调整不输 利用无线电 通知6号坑道里的三排 改为突击牌 潜伏在山崖下的一排 改为二梯队 反击开始前 利用我军炮火准备的时间 三排赶紧派人去给一排送信 别让他们蒙在鼓里 此时离战斗发起 只有几十分钟时间了 这是92团能够想到的唯一办法 下午时分 气温显著下降 地面既潮湿又打滑 对冲击又很大影响 3点40分 信号弹升空后 我军野流炮52门 火箭炮13门 分三次进行火力击齐 一万多发炮弹 怒吼着飞向敌人阵地 53727北山 顿时成为了一片火海 4点整 92团突击分队发起了冲击 6号坑道里 伊营长指导员 立即安排大家 佩戴好武器弹药 高喊一声 同志们 立功的时机到了 跟我冲呀 为了掩护战士 从坍塌的坑道口里爬出来 指导员第一个出来 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不幸 壮烈牺牲了 三排长接体上来后 也负伤了 七班长姚超李前辈 挺身而出 立即组织七班八班 向6号阵地的敌人 发起冲击 但敌人的机枪火力 压制的非常严密 首次冲击失利了 战士刘万寿前辈 悄悄地迂回到 敌人火力点顶部 把冲锋枪 插进了敌人射口内 一通猛射 攻占了这个火力点 在十多米外 还有一艇重机枪 正在向突击队猛烈射击 七班长被击中 身负重伤 但他仍继续坚持指挥战斗 他组织了三艇机枪 占领有力地形 压制敌人火力 帮刘万寿打掩护 刘万寿带着爆破筒和手榴弹 又绕到了这艇重机枪的侧面 然后扔过去两个手榴弹 这个火力点也被炸毁后 七班八班再次向6号阵地 发起了反击 同时 四班悄悄地向敌人侧后迂回 在四七八班攻击6号阵地的同时 九班向4号阵地发起了攻击 因为地形不熟 错误地走到了5号6号阵地之间的凹地 被敌人发现后 遭到了前后夹击 伤亡9人 无力单独进攻 他们没有放弃行动 听到6号阵地方向有激烈的枪声 于是还能行动的人 立刻携带轻击枪 主动参加过去 在一番苦战之后 6号阵地成功收复 维尔师马上调集兵力 反复过来 连长把5班6班放上去 负责防御敌人 这时趴在山下的一排 终于接到了通知 并赶到了6号阵地 连长令一排向5号4号阵地 执行突破任务 经过反复冲杀 才占领了阵地 一连胜利收复东侧山棱 主方方向 七连一排一班 首先攻下1号阵地 全年守敌后 2号阵地的敌人 已经支援过来 用机枪拉起火力网 阻拦我军进攻 一排长令 一班副班长 拱阵龙在正面用冲锋枪 封锁敌人机枪枪眼 三班从右侧冲过去 协同配合下 2号阵地被国军收复 此时一排所有干部 全部伤亡 他们失去了指挥 但他们没有忘记人物 尽管队形越来越混乱 但大家都在战斗 本该收复3号阵地 可是没人知道 3号阵地在哪里 他们想了想 我们是一梯队 任务士沙川山棱 那没有枪声的地方 应该就是3号阵地 于是前边的队伍 在齐驱的 被炸的面目全非的山棱上 误打误撞 杀到了7号阵地 有一个带路的 大家就都跟了过去 当他们冲上山棱 与敌人交火后 后知后觉 完蛋了 被前后夹击 那一定是走错了 他们就地建立防线 再找机会 寻求突破 收复阵地 随着后续 二排三排的赶到 3号阵地被收复后 7年的危局 终于得到了缓解 此时 7年一共还剩19个人 他们继续向着 7号阵地展开进攻 为了防止敌人再度走散 四班长郝兴文 挺身而出 带地指挥 他派出一名战士 由左侧迂回攻击 7号阵地 四班副班长 王尹娃 与六班小组长 魏永龙 由右翼进攻 虽然我们只用了三个人 但的确 左右夹击了敌人一个连 然后伟二师 终于本色出演了一次 气阵逃跑了 7号阵地被收复 他们继续顺着山棱打过去 在收复了8号阵地以后 这19个人 竟然没有停下进攻的步伐 打向了53727主峰 四班长郝兴文 将大家组成两个小组 他与九班长协同 各带一个战斗小组 从两侧 向53727北山 敌人的前沿阵地 展开了前行攻势 这里的敌人 竟也被他们打垮了 是该庆幸 还是该惋惜呢 后来他们一回头 发现打得太远了 可能早就超过了战斗区域 然后放弃了进攻 返回了8号阵地 等待敌人的反扑 由于他们打得太远 把附近的敌人全都清扫干净了 伪二师 一时没有兵力 反扑证明 7号8号 本该是最惨烈的前沿阵地 结果变得异常的沉寂 再加上通信联络中断 一时急坏了指挥部 赶紧派人实地侦察 这才弄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 陕西洛南县 郝兴文 即特等攻 受二级英雄称号 9号阵地 才是当晚最惨的阵地 八年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 攻下9号阵地后 伤亡近乎百分之百 仅剩了十余名战士 在我军攻击53727北山的同时 协同队伍也同步出击了 93团三营负责收复 597.9高地的11号阵地 为了最大程度降低战场的不确定性 三营把九连二排 在11月9号提前秘密送到了2号坑道 三排潜伏到下边山沟 100多米处的石洞内 一排藏到另一个山洞里 战士们在坑道里潜伏了两天两夜 等待着反击时刻 为了更有效的向敌人进行突袭 九连副连长在10号早上7点到下午3点 指挥无后作力炮 把敌人阵地外围的铁丝网 火力点地宝等障碍物 全部摧毁了 一并炸毁了敌人在11号阵地下方的弹药库 11月11号下午 上级临时决定提前两小时 九连接到命令后 突击牌马上从2号坑道向外运动 因为坑道被敌人破坏之后 出口极其狭窄 五班一名战士 匍匐外出时触发了携带的手雷 全班大步伤亡 连长复伤 三营长当机立断 命令二排长代理连长指挥 二体队迅速补位 任务继续 六班四班从右侧攻击 七班从左侧迂回 重击枪开始进行火力掩护 带连长率领战士 勇猛向敌人阵地杀去 六班长严思成前卫 派两个小组分别由两翼插入敌阵 他亲自率领一个小组 由正面猛攻 这时的首敌尾三十一团 早就被我军刷了无数次 虽然番号没有变 但大多数是新兵弹子 他们还藏在攻势里躲炮呢 就被突然冲上来的志愿军 用炸药包和手榴弹 炸死在了防空洞里 在继续前进时 遭到一个地堡的拦截 代连长复伤了 副班长艳势洪前卫 机智沉着的指挥 一名战士从侧翼爆破成功 扫除了障碍 全班插入敌人侧后 战士廖师中前卫 被炸掉了手指扔粪涌出 经过十分钟的激战 全部恢复阵地 歼灭尾三十一团一个连 恢复阵地后 带连长查看例行 发现这里没有坑道 于是决定三排十九人坚守阵地 其余人撤回二号阵地待命 驻自洞南山方向 八十七团一个牌 也成功地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 反击胜利后 九十二团考虑 上甘岭东西两侧的山头 全都被我们收复了 敌人肯定不会就此罢休 必定拼命争夺 于是下令全团全部进入战场 准备誓死守卫阵地 其中反击战伤亡惨重的七连八连 把最后的三十余人混编起来 坚守七八前沿阵地 一连坚守五号六号阵地 三连九连坚守三号二号一号九号阵地 至此上甘岭五三七二七北山 首日反击取得完全胜利 同样 北山真正的恶仗 将在天亮才能打响